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是克罗耶及时赶来 利姆路恐怕就已经身负重伤 那么面对突然出现的两人 利姆路方又会如何化解这次的危机呢 本期视频我们便讲讲红丸 克罗耶 以及帝国上尉骑士的战斗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几人身份已经暴露就没办法了 迅速将敌人歼灭吧 帝国的两名刺客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立刻为他们武器源头项链注入了力量 项链也做出反应 发出强烈的光辉 下一个瞬间 记录的身上出现了一件相当独特的漆黑铠甲 闪烁出仿佛在黑暗中浮现的星辰一样妖艳的光辉 当然 巴林那边也是一样 从品质上来看 这两件盔甲已经无限接近于神话级的性能 红丸 要小心 这家伙很强 他无疑暗藏着某种究极能力 究极能力 是的 老实说 我觉得你赢不了 真是的 被利木鲁大人这么断言 比想象中还受打击哦 利木鲁冷静地把做出的判断传达给了红丸 而红丸依旧是一副游刃有余的表情 根据世界的规则 究极能力只能用究极能力来对抗 所以利木鲁判断还没有究极能力的红丸是无法赢过巴林的 而另一位友军克罗耶方面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时空之王 所以应该不会输给纪武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利木鲁还是向智慧之王下达了解析敌人能力的命令 一边摆好随时可以进去帮帮的架势 一边继续守望战斗的发展 于是巴林与红丸 纪武与克罗耶战斗开始了 最先开始行动的是巴林 他再次朝着项链里注入了力量 如此一来 项链便变成了长枪的形状固定了下来 随后他无永畅地发动了雷系魔法 雷击大魔语 将这个原本是用作范围攻击的能量 全部集中到了长枪上 然后压低身形摆出了一个让人大意不得的架势 而作为对抗 红丸也给自己的爱刀红莲缠绕上了7EK的夜火 展现出了犹如鬼神般的强大 随后 双方同时开始行动 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互相牵扯了起来 他在一旁观战的利木鲁则开始分析巴林的动作 然而奇怪的是 巴林被守护在了各种干涉之中 利木鲁的未来攻击预测并没有发动 这或许就是他们究极能力的全能之一 也是技物能够越过智慧之王直接偷袭的主要原因 我们回到战斗方面 经过几个回合的打斗之后 双方的差距已经开始表露了出来 虽然装备性能上比不过巴林 但只论技术的话 红丸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也正因此巴林的脸上露出了焦躁的表情 区区魔物 别太得意了 巴林大叫着转动枪杆打算一边防守 一边脱离红丸的攻击范围 拉开距离后再使出必杀的一击 然而红丸并不允许他这么做 依靠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红丸已经看穿了巴林的一步 慢悠悠地拉近距离 不断地进攻 一点点开始让对方身上出现小伤口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红丸的胜利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终于 在红丸的猛攻下 巴林的架势失去了平衡 红丸瞄准那一瞬间的破绽 使用缠绕着黑岩的太刀砍了下去 而那正是致命一击 可惜的是 就如一开始所说 纠结能力只能用纠结能力来对抗 在这条绝对的法则面前 红丸的黑岩被无效化了 不仅如此 因为装备上的差距 虽然红丸的太刀确实地砍到了巴林身上 但也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并且巴林还使用回复魔法 一瞬间治愈了伤口 果然你是赢不了我的 巴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表情 就像在诉说 刚才压迫的局势仿佛都是假的一样 而另一边 红丸则是一副懊恼的表情 发觉自己的攻击无法造成伤害 要想获得胜利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于是 红丸陷入了苦战 变成了单方面的防守态势 而就在红丸遇到困境的时候 克罗耶这边也陷入了苦战 当然 这并非是克罗耶实力的问题 还是基无这个人 非常擅长扬长臂短的战术 在克罗耶拔出神话极细剑的那一刻 基无便明白 那把剑能够贯穿自己的防御 因此 基无完全不去碰克罗耶的剑 而是单纯的闪避攻击 并且释放出会腐尸人厌的毒物 干扰克罗耶拖延时间 光是逃跑可打不赢我哟 对这句话我不否定 那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胜利 还是为巴宁提供支持 等巴宁把那个鬼人杀掉 我们两人合力就能够杀掉你了 听到这句话 丽姆路也无法坐视不管了 打算加入战局帮助克罗耶 然而 每当丽姆路有所空闲的时候 基无就会朝着迷宫都市的方向 发动进攻 所谓的迷宫都市 是魔国联邦的居民们避难的场所 一旦遭到破坏 将会造成巨大的损伤 于是 丽姆路只能先守护住迷宫都市 也就无暇再去给克罗耶提供帮助了 就这样 现场的状况越来越差 照这么下去 要想赢的战斗 就必须放弃迷宫都市的居民们 变成这种情况 就连丽姆路也开始感到了不安 而就在这时 克罗耶决定赌一把 既然变成这样 只有使出绝招了 克罗耶的身上闪耀着光辉 下一个瞬间 整个世界都转为了黑暗 就如同种了定神术一般 所有人与事物都禁止了 这是克罗耶与其一作战的时候 曾经使用过的 究极能力 时空之王停止时间的全能 然而在下一个瞬间 克罗耶的身体突然变小 力量也随之消失 喂 克罗耶 骗人 这个全能的效率也太差了 现在的我好像还用不了 高 确认到个体名 克罗耶 奥贝亚的存在力低下 似乎是控制能力失败了 看着惊慌赶过来的利姆路 克罗耶发出了抱歉的话语 根据智慧之王的说法 如果只有一瞬间的话 克罗耶也可以让时间静止 但那样就会消耗他大量的能量 从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用简单的话语来说 就是魔法值不够 虽然不知道你想做了什么 但都是无意义的挣扎 居然连自己的力量都无法把握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拙劣 就是这么回事 纪屋 我就说你紧接过头了啦 看到克罗耶的失败 纪屋和巴宁一起笑出了声 而就在这时 智慧之王终于传来了 对战局有利的情报 告 低持有能力已经解析完毕 巴宁和纪屋的全能中 确认到许多共通之处 可以认为两者几乎就是同一种全能 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力量是从什么人那里借来的 纠结能力是由个性中发展出的独特技能 超过其自身界限后形成的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出现过两个人 有同一种纠结能力的情况 当然 纠结能力这个东西 本来就不是靠努力能够获得的 像红丸 迪亚波罗 日向这些人 虽然自身的独特技能 以及磨练制顶峰 但依旧没有获得纠结技能 说句不好听的 这可不是像巴宁和纪屋这样的货色 可以轻易燃制的 那么简单的力量 还明白了他们的能力 只是借用了某人的力量之后 也就知道他们无法使出更多的力量了 而既然能力能够借出 那么红丸他们也能够获得 一部分力不足的力量 那么战斗就变得简单了 于是 智慧之王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 利用魂之回廊赐予红丸的太刀 绝对切断的效果 而克罗耶方面 则由智慧之王提供协助帮忙演算 让他再次使用时空之王停止时间 虽然克罗诺亚表示能量并不足够 但智慧之王认为一切都没有问题 于是反击开始了 获得了绝对切断之后 红丸改变了他的攻击模式 将原先以反击为主的静之太刀 切换成了更重视攻击的动之太刀 一气呵成的对巴林发动攻击 有那么一瞬间 巴林被红丸见记的变化给惊到了 但同时他的表情中 还能看到些许游刃有余 毕竟在他的认知中 红丸的攻击根本就没有效果 可惜的是 这已经是过去时了 因为技巧上的差距 巴林最终还是露出了破绽 而红丸则瞄准这个机会 一刀挥了下去 巴林的脸上浮现出了嘲讽的表情 然而在下一个瞬间 太刀突破了巴林的防御 将巴林的身体斩成了两段 不 不可能 他或许是想这么说吧 可没等他反应过来 红丸便以流水般的动作再来了一刀 将他从头到脚一奔为爱 所以巴林连遗言都没有说出口 就直接死掉了 爱克罗耶这边 再次尝试使用时间停止之后 克罗耶又一次失控 发出了苦闷的叫声 果然能量还是不够啊 告没有问题 随着智慧之王的声音结束 一阵悲鸣声从利姆路的矮边响起 随后 庞大的能量源源不断的传了过来 从这连利姆路都无法比拟的能量来看 智慧之王毫无疑问 是借用了某龙的力量 随后 通过智慧之王精密的操控 世界再一次停止了 在这无人能行动的世界里 G5连危险都没有察觉到 变化为了糞尘 就这样 巴林和G5被打倒了 巨大的危机也随之解除 不 还没有解除 告 确认各体名 巴林以及G5仍然存活 遗忘了复活手环的存在 非常稀奇的 这可以说是智慧之王第一次犯下了错误 糟糕 要是把巴林他们的复活手环破坏掉就好了 不 他们没有戴什么手环哟 嗯 我也看了 确实没有那样的东西 与魔王不同 红丸和克罗耶非常的慎重 是在确认没有手环之后才开始战斗的 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们还是复活了呢 还对这个疑问做出解释的 是正信和他的同伴青睐 根据他们的说法 他们这些伙伴一直都把魔王当成敌人了看 所以复活手环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老实接受的 但是呢 在迷宫里面 这种东西又不能不用 所以他们就把复活手环戴在了自己的脚环上 也就是说 巴林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做好了准备 听到这个解释 红丸扭头砸了一下舌 克罗耶身上也飘起了很不开心的气息 毕竟 谁也没有想到居然会有笨蛋把手环戴在脚上 没办法了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不过既然已经看穿了那些家伙的力量 下次同样可以战胜他们 至少也可以制定对策了 利木鲁无奈地做出了总结 就这样 巴林和基吴被击退了 遭到背叛的正性的人很受打击 在克罗耶的安抚下决定先回去休息一下 而红丸和利木鲁则返回了管制势力 啊 利木鲁 你怎么突然就失去联络了 这不是很吓人吗 就是说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但至少也得向你抱怨一句呢 况且 因为拉米尼斯说无论如何都要 我才慌忙 不是 稍微过来看看情况 指尖管制势力已经先到了好几个人 非常担心的拉米尼斯 以及拽着的鲍尔风龙 你别再突然夺走我的魔术用了 维鲁多拉虽然这么抱怨着 但老担心的表情已经暴露了他的强法 这家伙 就是这种地方很可爱啊 所以智慧之王啊 你至少先说一声并取得许可后 再从维鲁多拉那里接力量哟 事到如今了 没有问题 是 事到如今 难不成你一直在瞒着我随心所欲的使用维鲁多拉的力量吗 丽姆路这么想着 决定之后再给暴风龙准备一些点心和漫画书作为补偿 既然你平安无事 那要不要听听这几个家伙带来的话题 只见在维鲁多拉的后面 许久未见的托雷尼小姐一副疲劳困顿的样子 还苍蝇则在看守着一个被钢丝卷起来的奇异贯男子 优素的伙伴 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作为中庸小丑联的一员 曾经与魔王克雷曼一起参与众多事件 间接导致了大鬼族村落的毁灭 以及诸多族入侵等诸多灾难 虽然后来魔王已经决定与优素他们停止战斗 但仇恨已经结下了 干部们自然没有好眼色给他看 为什么这家伙还活着 我虽然很想杀了他 但这家伙声称有话 无论如何也要带给利姆路大人 像这样 所有人都对他抱有敌意 就连托雷尼小姐也是 其实在刚遇到拉普拉斯的时候 他便已经表示自己有话要带给利姆路 但托雷尼完全没有听他的辩解 于是便跟他一直战斗了十天的时间 直到苍蝇到来才活着了他 看到这种情况 利姆路则打了个圆场 表示还是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总之就是这样 对巴林和基乌这两人一定要注意 利姆路和红丸无意地对视了一下 根据拉普拉斯的说法 优素手下有个叫达姆拉达的男人 他虽然是优素支配的秘密结社 三巨头中的艺人 但之前加德拉在帝国不是受到了暗伤吗 根据加德拉临死前听到的声音判断 达姆拉达很可能就是暗杀他的人 于是优素以此为基础 重新审视了弃今为止的行动 觉得那些通过达姆拉达的门路找来的同伴们 搞不好也有什么内情 于是慌忙地让拉普拉斯不我来传话 听到这句话 拖雷尼的脸色越来越差 红着脸向利姆路赔罪 因为就是他一直没有听拉普拉斯的话 才导致了利姆路的危机 不过在场的众人也没法责怪他 毕竟就连红丸和苍蝇也对拉普拉斯充满了敌意 会信任这么满胜疑点的家伙 才真的是有问题的做法 骂这都是已经结束了的事 你就别再继续纠结 让一切随风挨去吧 利姆路默默地打算把这个场面敷衍过去 将大家的视线转移至了地面上的部队 如同先前所安排的那样 原初之皇、紫渊、红叶、尔尔维斯、盖鲁德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与帝国军最后的战争即将开始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还请三连一波 如果你对本系列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收藏价里点击播放全部 下一期的话会讲讲帝国的最后追战 点赞过4000便会有下一期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